有人问我 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在一封缜密工整的信上 从外现是一小镇寄出 数了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年龄 窗外在下雨 点滴芭蕉叶和围墙上的碎玻璃 习惯职业 院子里堆积了许多枯树枝 一只黑鸟在铺翅 他显然历经苦思不得答案 关于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 他是善于思维的 文字也简洁有力 结构圆容 书法得体 乌云像远天飞 成婚练过玄秘塔大字 在小学时代 家住雨档后接拥挤的眷村里 大半时间和母亲一起 他羞涩敏感 学了一口台湾国语没关系 常常登高瞭望海上的船只 看白银 就这样把皮肤晒黑了 单薄的胸膛里 栽培着小小孤独的心 他这样恳切写道 早熟脆弱 如一颗二十世纪里 有人问我 公平和正义的问题 对这一壶苦茶 我设法去理解 如何以抽象的观念 分化他那许多早早的证据 也许我应该 先否定他的出发点 攻击他的心态 批评他收集资料的方法错误 以反正削弱其语气 指他所成一切 这一切无非偏见 不值得有试之试的反驳 我听到 窗外的雨声越来越急 水势从屋顶匆匆卸下 灌满房子周围的羊沟 唉 到底什么是二十世纪里呀 他们在海岛的高山地带 寻到相当于 华北平原的气候了 肥沃丰隆的处女地 乃迂回引进一种 香酬味界的种子 埋下发芽长高 开花结成这果 证明不见金钻的水果 可怜悯的形状 色泽和气味 营养价值不明 除了维他命C 甚至完全不象征着什么 除了一颗 犹豫的 属于他自己的心 有人问我 公平和正义的问题 这些不需要象征 这些是现实 就应该当作现实处理 发信的是一个善于思维分析的人 读了一年气管转法律 毕业后半年补充兵 考了两次司法官 与停了 我对他的声势 他的愤怒 他的劫难和控诉都不能理解 虽然我曾经设法 对着一股苦茶设法理解 我相信他不是为考试而愤怒 因为这不在他的举证里 他谈的是些高层次的问题 简洁有力 段落分明 归纳为令人茫然的一系列质疑 太阳从芭蕉树后注入草地 在菇芝上闪着光 这些不会是虚假的 在有限的温暖里 坚持一团庞大的寒气 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关于公平和正义 他是班上穿着最整齐的孩子 虽然母亲在城里帮拥洗衣 哦 母亲在他印象中 总是白皙地微笑着 纵使脸上挂着泪 他双手永远是柔软的 干净的 灯下为他慢慢修仙笔 他说他不太记得了 是一个入热的夜 好像仿佛复兴在一场大吵闹后 充满相应的激情的言语 连他单挑习惯香火的儿子 都不完全懂 似乎就这样走了 可能大概也许上了山 在高高的华北气候里开墾 栽培一种新鲸进的水果 二十世纪里 秋风的夜晚 母亲教他上日本童谣 淘太郎远征魔鬼岛 半醒半睡 看他剪刀针线 把童谷拆开 修改成一条夹布 一件小棉袄 戏纸上沾了两片水渍 像是他的泪 如墙角巨大的雨霉 我向外望 天地也哭过 为一个重要的 超越季节和方向的问题哭过 不以虚假的阳光 掩饰状态 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关于公平和正义 沿下倒挂着一只诡异的蜘蛛 在虚假的阳光里 翻转反复 结往 许久 许久 我还看到冬天文瑞 围着沙门下 一个塑胶水桶在飞 如乌云 我许久未曾听到如此 如果那么明朗详细 你陈述了 她在无情地解脱着自己 她在无情地解脱着自己 才是我们的故乡 大学历必修现代史 背守一本标准答案 选修语言社会学 高分过了劳工法 监狱学 法治史 重修体育和宪法 她善于举例作证 能推论 会归纳 我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一功 充满体验幻想 舆论俗尖锐的语气中 流入出狂热和绝望 彻底把狂热和绝望 完全平衡的信 礼貌地 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写在一封不容真山的信里 我看到泪水的印子 扩大如干涸的湖泊 如莫死去的渔族 在暗会的角落 留下皆许枯骨和白刺 我仿佛也看到血 在她成长的知识判断里见开 像炮火中 从困顿的孤堡放出的军歌 系着疲乏完抗者最渺茫的希望 冲开窒息的硝烟 鼓翼伸到烧焦的黄羊树梢 敏捷地回转 对准增防的银盘似飞 却在高速中撞上一颗无异的榴弹 粉碎于焦急的喧嚣 让毛骨和鲜血 冲涩永远不在的空间 让我们从容以望 我体会她沙哑的声调 她曾经嚎逃入荒原 狂呼暴风雨 计算着自己的步伐 不是先知 她不是先知 是失去想倒的使徒 她单薄的胸膛 骨胀如风炉 一颗心在高温里融化 透明 流动 虚无 一颗心在高温里融化 一颗心在高温里融化 别仅仅在高温里融化